哎呦我的媽啊 哎呦我的媽啊 我們之前在節目上提過 外星人總是喜歡出現在一些重要場所 還有一些重大災難現場 像歐巴馬 美國總統就職 他就去啦 311日本大地震 海嘯的時候也發現他的蹤跡 而且 奇怪了 飛碟還蠻愛去英國的 所以這次英國倫敦奧運 你以為他缺席了嗎 怎麼可能 主播 我要他們永遠記得 主播已經瘋了 大家有沒有聽清楚啊 沒關係沒關係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就是 誰 BBS 鄉民的正義當中的香 主播你是香的 我就是香 香最近吃得比較好 基本上在網路上 大家也會討論外星人的事情 這事情 所以現在要告訴大家一則新聞 就是 一位不速之客在7月27號晚間 闖進了倫敦奧尼匹克運動場 他呢不是一般想要看開幕式的霸王秀的觀眾 也不是恐怖分子 他是一般的 事實上外星人愛英國並非新聞 在英國出現了不明飛行物體和插檔案 現在 一下呢 那是X檔案 X檔案 太瞎了真的是 一向就很多 接下來 馬上讓我們來看看倫敦開幕式的影片 哎呦 好屌喔 真的假的 真的 這也太明顯了 對啊 這個好誇張喔 反正煙火打不到他嗎 沒有他太高 好大喔 不是現場都瞎了 現場因為都注意煙火啊 不會注意到 對啊 而且有個亮點也可能只是煙火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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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離很近 我們前一次大道城的煙火 你們來看一看什麼意思 對啊 對不對 用小托的啦 不是因為有這種鄉在 他外星人都不敢來 喔 對對對 是的 這真是瞎掉了 倫敦奧運開幕 或者奧運期間 會不會出現非碟 居然有賭盤 對 趙大哥 我們 他又要考你了 趙大哥 我又要考你了 謝平哥 謝平哥 我們這個節目喔 是 這個禮拜三的節目開這麼久了 當然 觀眾吸收了很多知識 沒錯 你也吸收了很多知識 我來這邊不是假的 英國 英國有三下 世界第一 哪三下 快 第一鬼嘛 鬼嘛 英國是鬼最多的 英國有猛鬼 外星人 外星人 英國是看外星人最多 英國也是相信 外星人鬼最多的 對 第三個 第三個我真的不知道 麥田圈最多 對啊 麥田圈不是澳洲最多嗎 英國啦 英國的 英國的麥田圈最多了 你知道凱特 結婚 跟那個威廉王子結婚的時候 外星人來了沒有 來了 來了 對不對 來了 所以英國賭盤就開了 一賠一千 倫敦奧運開幕典禮 外星人會不會來管理 開這種賭盤 早知道我就賭了 早知道你就賭了 不然是賭個十塊英鎊也好 對啊 外星人會不會來看 倫敦奧運開幕典禮 哇 這個賭盤一開 震動全世界 結果沒想到 這個外星人可能跟這賭盤公司老闆 是仇人 你看開這種賭盤 老子 非來不可 非來不可 結果剛才那個影片 我們再看一遍 太精采了 你看多清楚一個 真的好大一個 而且他在什麼時候出現 他在放煙火的時候出現 你放就來了 他專門要看煙火然後來的 這麼大的煙火他就跑出來了 而且他還故意那個飛慢動作 這時候這個賭盤老闆正在流淚 他也在看煙火然後正在哭 對啊 有沒有 嚇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啊 我的媽呀 而且你看 這個這麼大煙火你看 好清楚啊 而且還在 而且還故意飛得很慢 讓大家拍得到這樣 還在這樣看煙火這麼漂亮 他還在 因為他也要看 他也要看 所以 好誇張喔 這個賭盤老闆在哭 趙哥也在哭 已經招了 為什麼我沒有拍 我沒有去賭下去 我想請問一件事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當地的報紙有去報導這件事嗎 當然全世界都報導這件事情 那我為什麼不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 怎麼你沒看我看我呢 不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 這樣講我現在才知道 我嚇到耶 全世界都是有報導這件事情 所以 如果說你當時不知道的 跟趙哥一樣不知道 今天你看 哎呦我的媽你就知道 真的嚇到 看哎呦我的媽就會增長 對對對 你嚇到好我告訴你 最近一件事情才真的讓 嚇到了 是 你知道英國最大的 最有公信力的 電視台是什麼電視台 BBC喔 BBC 英國國家管公司 就BBC這兩天 他有一個Live 現場 現場的Live實況轉播 是 實況轉播的時候 飛碟就居然在他Live的鏡頭裡面出現了 哇 英文快崩潰了你知道嗎 好嗨喔 我們來我們來看BBC 你看那個不會吧 你來看BBC來 好 注意他那個旁邊的橋 飛過去看到沒有 飛過去看到沒有 好 慢動作 看到沒有 再來再慢一點 哇塞 看到沒有 好 所以剛才主播在講什麼 其實主播是重新放這個東西 是 主播說 這個東西究竟是什麼物體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現在我們把它放出來 請 全世界的人 來替我們解答 這個 是不是一個外星幽浮 對啊 而且他剛才還講說 這到底是鳥 還是飛機 還是Superman 如果是鳥的話 我要叫那個鳥大哥 對啊 飛成這樣快 我的天啊 噴射鳥啊 我不知道 外星人可能對英國人比較好 因為英文不像 那個美國人 一味的否定 對 英國還是說 其實有我們解密 什麼什麼 你講對了 當初 為什麼不解密 邱吉尔 是誰叫他不准解密的 艾森豪 對嘛 艾森豪說 不是 你解密以後 世界的宗教就會崩崩 對 對不對 我們在節目裡講過 所以 邱吉尔 艾森豪給邱吉尔 你不准解密 但是五十年之後 英國把 啪一下 全部把它解密 所以外星人就給美國人難看 欸 我知道你拍不到我 我就在英國 欸 OK 那其實英國愛丁堡大學 也開設了一個 尋找外星人的課程 你也知道愛丁堡 就像剛才西平兄講的 它這個蘇格蘭地方 本來就是比如說有尼斯湖水怪 然後呢 它又是飛碟目擊最多的 所謂的空中的 所謂的空中飛碟高速公路的地方 就等於他們目擊等於說 從2003到2006年你知道嗎 25次目擊事件 就只是很具體的有正可尋的 因此他們主要呢 其實這課程蠻特別的 不只是說 教你怎麼樣尋找 探索到底有沒有所謂 地外文明的這種高智慧生物以外 甚至還有課程很特別 教你怎麼樣攝影 就如果你看到或遇到這些 奇特的幽浮或外星人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拍照拍下來 不要太模糊 能夠比較清楚 這應該推廣給全世界所有的人 挺好的 以後就不只25件 可能就更多囉 那志強兄 那個飛行員也要上優浮學 對啊 以前手機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最常看到這些東西的是什麼 飛行員嘛 戰鬥機飛行員 或者是民航機長 對 看我一生就知道 我以前曾經也是民航機長 你知道不要再錯屁了 對 或者是太空人 美國空氣有一個叫做幽浮學 你看我偷偷印了 美國空氣有幽浮的教課程喔 你這個偷偷印 然後被人家知道會怎樣嗎 不會怎麼樣 這是裡面秘密 有些秘密也不知道 對 你看趙哥 我給你請教一下 又請教 好 好 你看那個我們看有時候幽浮 它會有很多顏色對不對 對 是是是 還有形狀 形狀 對 這趙哥您知道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顏色嗎 好 我認為應該是 它的影型喔 跟那個空氣接觸燃燒 你內心不是這樣想 你內心想彩虹旗吧 好穩 不是啦 你說 為什麼 那個根據 這麼多的 幽浮的影片研究出來 我們在幽浮學上也有講就是說 它不同的顏色 表示它 幽浮不同顏色代表什麼意思呢 廣告回來告訴你 火星上傳回來的畫面 一個比一個嚇人 好幾號傳回來照片 就這麼多的幽浮的影片研究出來 我們在幼物學上有講就是說 它不同的顏色表示它的 是它的動力 就是變成說它如果不同顏色的時候 它變換那個方位 或者是比方綠色它要走了 比方紅色它要往上衝 比方藍色它要36G走回上側要衝要跑 所以它不同顏色是有不同代表意思的 我同意意思就是它比如說 紅色是做一個動作 綠色是做一個動作 它不同的顏色是表達不同的 它不是霓虹燈在閃 不是 我跟你講外星人他是公平的 像那個全陣子就全中國人的驕傲 神舟九號不是升空嗎 對對對 你以為外星人沒來 是喔有看到 他也來拔一下的 他不會放過的我告訴你 是不是這樣 對 這個神舟九號 那假的啊 7月7月份的時候 中國的神舟九號順利的升空了 外星人也來湊熱鬧 我們待會看影片就知道好 我們可以講觀察嘛 哎唷 你搞得好像外星人還沒事嘛 你們在幹嘛呢 他們在觀察 對 你看喔 他 他飛上來之後呢 後面兩個 他通過大氣層之前 他的 那個整流罩 拋落 有個光點 是 因為會摩擦由火花嘛 是是是 重點來了 旁邊有伴隨了兩個點 而且移動速度非常快 你看 這個就跟整流罩沒什麼關係 而且十萬八千零 是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那個影片 可以有影片 來 期待你們 厲害厲害 看一下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耶 我們每天在幹什麼 這網路上已經藏起來了 是喔 都不知道 整流罩分離 啪 OK 分離了兩個嘛 對不對 那兩個嘛 來你看 好清楚 分離了 所以你看他還在慢慢的監視中 是是 但是你看他出去之後呢 他突然進去 哇 很明顯耶 跟那個滑鼠一樣快 是 真的 這個就講到專業 一般人不相信對不對 一般人想說可能是螢幕上 這個光點 光點 所以你看他在脫離過程中 居然有這個東西出現 大家很多的那個幽浮迷 他去放大定格 慢速去觀測 他是一個移動的物體 是一個水滴形移動物體 好 這個有學問啦 喔 為什麼 我們知道 富哨對這個 人體比較有研究嘛 對不對 飛拳對天體比較有研究 這比喻沒有很適大 這個比喻應該跟你講一樣 所以呢 我們富哨 你扯到那個也真的記 所以呢 我現在講的是專業性的東西 專業 專業 我還講這個速度啦 因為我怕他們到處睡著啦 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 我自己先看一下 我自己先看一下 我自己先看 好 我解釋一下專業性的東西 好 我簡單講 你看我們現在地球上 最快的速度是什麼 像美國的SR-72 這個隱形戰機 高空偵察機 它速度可以到六倍音速 就是時速大概六千英里 但是如果你要到 這個最近的一個 就是離我們大人最近的一個叫做 半人馬座的這個 阿法星 就是離我們這個九大星最外一個 有可能有生命的地方 要如果你是光速的話 要4.3光年 4.3光年 一光年 一光年等於一秒 30萬公里 一秒 哇賽 時速 不是時速 秒速30萬公里 如果說你是 十分之一好了 秒速3萬公里 如果我們有這個飛行器 現在不可能啦 就像那個那麼快 我講到速度 如果這樣人家跑的話 你要86年 3 每秒3萬公里 86年才能到這個阿法星 星系 再回來來回 人就已經走了 所以說根本就沒辦法達到 所以你看那個速度是真的是有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的 核物理的現象 但是現在是 我們沒辦法 科技沒辦法解釋的 所以也就是說 你現在意思說 我如果現在我這樣一起步 馬上我就到美國囉 光速嘛 光速 我現在只要一起來就到美國囉 對對對 那還冰掉 搞不好還不用那麼快 是喔 哇賽 不要那麼慢啦 可能前面進來就好了 了解了解 那就幫您這一門就好了 所以趙哥你覺得那個有沒有可能 真的是有可能 我現在其實回來了 我已經回來了 我當然自己回來了 很厲害吧 然後歐巴巴巴結起來 誰大會發展 對對對 很厲害 我已經回來了 好快好快好 我們去一趟美國 好快 OK 最近呢 還有一個在這個 在太空學上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火星探測 好 火星探測呢 就是我們的 好奇號 據說好奇號這一路發 發射之後到達火星 這中間呢 很多人在矚目 但是最近他終於著陸 而且成功了 哇賽 好 到底這個火星探測器呢 好奇號有些什麼事情呢 主播 今天我雖然帶著華麗的病戀 我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他們怎麼要秘密的 身體的女兒子 其實我記憶比較好 剛才為什麼會叫一個男生來配音呢 我也不知道 重點是 現在要告訴大家一則 非常恐怖的新聞 歷經千辛萬苦美國太空署火星探測車 好奇號呢 8月6號終於成功登陸火星 為人類的太空開拓使 寫下了全新的遺言 而在登陸之後呢 好奇號陸續傳出 傳回了許多火星的影像 幫助科學家分析火星環境 不過 對一般民眾來說 最關心的話題仍然就是 究竟有沒有外星人呢 究竟有沒有外星人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 接下來的影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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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咖的 所以過來有個影子過去 不會吧 在哪裡啊 光點 我都媽啊 有個光點 很可怕 這是好奇號 從最早排回來的影片 就是到火星的那個 就發現到有人光點 有人在看它 光點在哪 有人在看它 我聽得明白嗎 這是這個光點 這是這個光點 不會吧 那麼大 看到沒有 光點看到沒有 這邊 欸 欸 欸 那是什麼 OK 幽浮啊 好 那麼遠耶 OK 那麼快 好 那麼遠又快 對對對 這個我們要先問一下各位 就是說 這次浩雕要登錄 一直在強調那個是致命七分鐘 對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好像之前各國去登錄月球 好像都沒有成功嘛 對 不是 登錄火星沒有成功 對 所以那到底那個 這個七分鐘是很重要的 對 就大家一直在討論這個致命七分鐘 對 這個七分鐘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這麼恐怖呢 那麼大家一直討論這七分鐘呢 而且而且剛剛看到拍到那個都還 甚至於還拍到一些神秘照片 這個七分鐘是因為它降落的速度太快了 嗯 而且它能不能保持平衡 是 Balance 這太重要 所以第一個 減速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 第二個 它能保持平衡 第三個 它的高溫 它下降的高溫 是1200度到1500度 它能不能度過那個高溫 所以這有三大危機 是 所以變成這一次好奇號 只要傳回照片 只要傳回影片 全世界的幽浮火星米 都在放大 再放大 甚至放大100倍 這樣來找 看其中有沒有其中氣溫 結果 它才剛上去 結果你找到好多 好 好神秘的 第一個 這是它在 它降落的時候拍回來的 剛到的時候 剛到的時候 居然你看 看到沒有 看得多清楚 好 看到沒有 什麼 那是什麼 一點啊 彩色光點啊 在看到它降落 在監視它 在監視它 你看到沒有 對 它也好奇 這誰啊 對 它想著這誰啊 你知道 阿姆斯特朗最近不是往生了嗎 對 阿姆斯特朗降落的時候 他講了 他降落之後六個小時才踏出去 你知道為什麼 他不敢踏出去 因為他看到三個 太空船就在旁邊看著他 五四 三個太空船 而且外星人講 下 下 你誰 哈哈哈哈 他不是酒店為事 你那種口氣 在酒店為事 你知道嗎 下的就好 不是吧 應該沒有 真的 他降落之後 他說 他說 哎呀 那是什麼東西 哎呀 這個巨大的鷹額 Huge Baby 結果那個太空中央指揮中心 馬上把頻道關掉 因為大家都聽得到 用最私密的聽話跟他說 請重複請重複 他說我們看到三個 十五公尺到二十公尺的飛碟 他們就在那邊等著我們 看到我們降落 哇塞 他說那你先不要注意 所以他降落成功之後 六個小時 他才開始踏出那個 哦 所以登陸體上有兩個人 對不對 對 還有兩個這樣 吹拳 哈哈哈哈 吹了六個鐘頭 才有結果 現在檔案真的 真的已經公佈了 就是說 他真的是看到三個 三個外星飛船在看的 哎呦 所以好奇號降落 怎麼可能沒有外星飛船在看的呢 你看這照片多清楚 這白點 這個 是沙神暴 火星上 沙神暴是很厲害的 他一照就照到沙神暴 一直到沙神暴 後來那個太空中 就再調整他的角度 再照一張 啪一照 沙神暴不見了 沙神暴不可能瞬間不見了 就你看沙神暴不見了 啪再照就不見了 你看瞬間就不見了 火星人 他們說是火星人變 變花樣給他看 你看這個 好奇號傳回來的照片 這什麼 這個 搞不清楚 這太恐怖了吧 現在沒人知道這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太恐怖了吧 這太恐怖了吧 蛤 這太清楚了吧 太清楚了 像曼陀珠 這什麼 哈哈哈哈 好 天啊 好奇號傳回來 這什麼東西 對啊 一再說這什麼東西 有 多少哭手 有人說這是火星人探個頭 對 大好奇號你知道嗎 探個大頭 他們可能也怕 因為沒有道理 這裡突然間突出來一個 不然就是 火星上的巨大的鍋牛 那很嚇人 對啊你看那個多大 這張就有意思了 你看看這個 噢 這什麼 好像手指頭 食指 蛤 哎呀 食指 還有指甲 還有指甲 對對對 是人類的啊 就一個食指 還有指甲 看到沒有 好險是食指 好像哦你知道 好險是食指 如果是中指的話就趕快散 對啊 把一個中指來 你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哈哈哈哈 好像對不對 哇 好像 這個比較不清楚 這個拖鞋 啊 照了一個拖鞋 倒下來的 倒下來的一個拖鞋 就像拖鞋這樣放 奇怪啊 對對對 就像拖的時候掉下來的 你們像拖鞋 哦 所以現在 好奇號剛開始傳揮的照片 好多人都在分析 就覺得裡面 有一些神秘的 難以解釋的東西 他拖鞋的照片他都有公諸於是 他都有 他都有 可是他我覺得他一定頭頭又藏鞋 一定有保留啦 不敢不弄出來 嚇死人了 當然 搞不好已經有一個人在那邊這樣 對啊 好像傻眼 如果是火星人 沒事沾在鏡頭 哎弄一下弄一下 看他們要怎麼樣 而且對著鏡頭這樣 拉撒到現在不公布 但是太空人已經說了 他們一到背面就看到 那個大太空船那邊等到他 好奇號這次其實他也要傳一些訊息 是給外星人 對 這個是他的輪子 是 他是有六個輪子組成的這個好奇號 是 這一台好奇號的這一台 登月的這個小艇 據說經費就好幾百億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跟特殊性 然後這個輪子也是多功能的 我們講他這個四輪驅動可以怎麼樣 可以獨立操作跟八爪這樣一樣 可以攀爬一邊爬75公分高 一邊給高一邊低去爬那個延時對不對 然後對 那重點來了 其實大家都誤會說 他這個輪子為什麼這樣設計好 因為呢 他上面 這個JPL 美國這個推進實驗室 他就做了這個模式密碼的這個條碼 坐在他上面 對 那一方面是講說 要給外星人看 看外星人懂不懂我們的這個模式密碼 他遠遠看的話 知道這個地方可以跟我們聯絡 其實不是啦 其實是說 因為我們距離這個火星 就有五億七千多萬公里 他要透過三個衛星傳訊號碼 所以 其實你指令來的時候 已經十三十四分鐘了 指令中心如果你看都是輪胎硬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前進有沒有後退 其實不是啦 其實他有那個模式密碼 你可以知道他的段落 他的段落到哪裡 表示他有沒有前進 萬一他被卡住了 輪胎在轉 你沒有看得到 你以為他還在走 其實沒有在走 所以其實他是有這個功能性 所以是用這個密碼 他是告訴我們自己 說他有沒有在前進 哦 這個模式密碼 老外星人怎麼會懂 對啊 這個太簡單的事情 蛤 對不對 我們都不懂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翻成 我只知道SOS怎麼打 哦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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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OS 有求救信號的模式密碼 這一定要選 因為你有什麼事情 趕快打這個 打拳 我真的有事情 我也沒有電報 電報自己在身上 我打給誰啊 可以在手機上敲我案子 蛤 那要對方女生知道啊 要不然你敲半天 他以為你性騷擾了 對啊 等於是摳的 對啊 他以為你在幹嘛 你示範一下 在Ruby手上敲一下看看 啊 不用 哈哈哈哈 吹 吹 吹 板敲 好 那模式密碼 就是外星人他們看到了 他們會有反應嗎 我跟你講 大家一定要知道 好奇號不是一登上去 8月6號登上去 就馬上就開始行動了 對 它是一個其實包起來的 它全部縮起來了 縮起來 因為這樣放下去才不會受傷嘛 受傷他放下去之後 最少他們十個火星日 他做卵身運動 然後第一個 他最重要 當然輪子要先伸出來 伸出來之後 人家到一面 他先伸個懶腰 對 先伸個懶腰 輪子伸出來之後 第一個 通信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跟台灣 跟地球 地球通信 第二個 攝影機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它有17台攝影機 自我檢查 第二個 第三個 最重要就是這個 這個鬼感 鬼感要能夠生起來 七尺長的鬼感要生起來 七尺長的鬼感 上面有兩個 這個攝影機 是他左右眼 然後還有這個 化學光學的照相機 那是最精密的 他這個鬼感生起來之後 我們就看到360度的照片 傳回來了 好漂亮 鬼感生起來 生起來之後 好 這些都OK之後 最重要要出手 出手 他的雷射 雷射槍要發射 他雷射槍發射 他發射雷射槍 打擊毀那個岩石 嚇我一跳 我又跟外星人來一下 他強力雷射槍 他真的有出手 去把那個火星岩石擊毀 擊毀之後他馬上 他的化學分析儀 就分析 他這個雷射 這個擊毀那個岩石裡面 是什麼 化學成分 他在8月22號那天 他一開始走了 結果他要走的時候 終於出現第一個故障 我跟你講 雷射嚇死了 他的風速 風向 測數以測量以 居然被一個大偶染石砸壞了 這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他雖然 像個休旅車那麼大 但你知道火星上 那個風很大的 而且所以當那個風向 他的風向風速測試魚 是決定他怎麼走 方向怎麼動 他不能測著風走 測著風走一吹把它吹翻了 風速太大一吹把它吹翻了 所以風向風速有多大的時候 他才決定他走的方向 跟走的速度 結果被偶染石 幫你砸壞了 在網路上傳遍 火星人說你一走 我幫你一個偶染石 就把你砸壞掉 不然他怎麼會有偶染石 結果後來 拉薩給答案是說 他降落的時候 動一下 一個測染石飛起來 幫把它砸落 信號 讓他有備用 他有兩台 好 外星人 我們比較聰明了吧 傻瓜 他就開始走 他往前走了4.5公尺 他往前走了4 他往前走了4.5公尺 走這邊之後 好 4.5公尺走成功 第二個他要測試他會不會轉彎 他轉120度 轉到這個地方 轉了120度 轉也轉成功了 第三個 八股 看他會不會倒車 後退 後退了2.5公尺 他就停到這邊了 所以就留下了 這個摩斯密碼 你看這就是他 哦 前進 然後這個轉120度 在八股 結果 摩斯密碼 火星人看到沒有 看到 因為他在一開始動 啪 四個光點就出現了 哦 一直都在旁邊偷看啊 他四個光點看你可不可以動 你怎麼跟我動 注意看 他們應該也覺得很好 這什麼東西啊 能不能動 他會動 他很怕 注意啊 這是他動的時候 他同時在照相 他一面動一面照相 結果這是他自己照的 好奇要自己照 你看光點 哦 壯大 本來是很小的 看到沒有 很小 一點點 然後這個 多清楚 你看這個 下面這個這麼大 看到沒有 所以他在動的時候 人家都在看 嗯 所以你的摩斯密碼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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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這個NASA的 噴射實驗 實驗室 噴射推進實驗室 火星早就是 接收了 那歐巴馬就是說 他蠻開心的 他要NASA說什麼 發現火星人 立刻通知他 對我們也知道 今年歐巴馬要選舉了 那其實那次呢 他在8月13號 正要去那個 Iowa State 叫愛荷華州去競選活動 是 他當然也不忘記 要打電話來鼓勵一下 來這個激勵一下 那些NASA那些 從事這次登陸火星的 那些人員 但是他講了一個 很特別的話說 如果你們發現火星人的話 要最快的時間打電話告訴我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電話 就對隨時都可以打就對了 火星迷啊 他是火星迷啊 就NASA可以直接聯繫他 不是說一般的民眾 不是我們沒事在講 喂 歐巴馬 發現了沒有 我還問他咧 欸 你不會講中文啊 你學一學吧 神經病啊 很瞎 OK 可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啊 就是說其實這些年來 大家很多人不是一個國家啦 甚至於連美國也不只一次 想要去登陸火星 就是在零四年出發的精神號 機會號 欸 都沒成功 探測器登陸火星 卻沒成功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麼 而這外星人 卻先看到他們的屍體 看這像是很驚喜 木頭 火星人的皮 幫大家看 他的嘴邊肉怎麼那麼多啊 對 跟你有點像啊 注意看 呃 也像個頭 大家也有眼睛 鼻子嘴巴 哎呦 我的媽啊 在零四年出發的精神號 機會號 欸 都沒成功啊 2003年兩兄弟 這個精神號 Sperry先出發 然後 機會號 TUNY再跟著出發 兩個都降落成功了 就降落成功命運完全不一樣 嗯 機會號 在火星上 走來走去 快快樂樂 漂漂亮亮乾乾淨淨 那精神號命運多慘啊 你知道嗎 一下掉到坑裡面去 一下 這個被那個沙塵暴攻擊 因為他們是靠太陽粉 太陽冷板 還有對你 就那個沙塵暴一攻擊 整個沙塵暴把太陽遮起來 它上面都是灰屍 它就沒電了 它只好龜習大法 是 就休眠了 節省電力 你知道嗎 要等到那個風 把它上面那些沙土吹掉之後 太陽又出來 它在燈板上都是灰對不對 好慘 我們看黑白的也是 整個都被太陽冷板的那個金 那個一個一個都看不到了 整個都是灰對不對 是啊 我們來看這個機會 每天都有人幫它擦得乾乾淨淨的 哇塞 每天 這是它每天的 它不是特別挑其中一天 我告訴你 拉薩自己開 自己正式公開講說 他們覺得很懷疑 這是每天有人幫它擦得乾乾淨淨的 居然 拉薩講這個話 不是我在那邊亂講的 說為什麼每天有人可以幫它擦得乾乾淨淨的 因為擦得乾乾淨淨所以它的電力就充足 充足它 它就快快樂樂樂的在那邊 可以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但是拍到最多秘密的反而是精神號 是 對 是不是因為精神號拍到太多秘密 所以就遭到今天這個惡意 一定是 對 這一台比較聽話 它走的路線 OK 你會避開 OK了 你懂喔 上一台就亂照 拿頭倒 倒他這樣 如果給它弄壞 那個登錄到火星之後 沒想要帶給我們地球人這麼多的樂趣 是囉 但是網友也是更開心的 網友做了什麼神經病的事 昨天收到最新的火星的警察局給我一個通告 不太好事 你看 火星人不同的人種 他問這個浩翔有沒有Visa 我給他回電話說可以沒問題讓他進去 可以 所以這個呢 這網友畫的 所以其實網友 他要消遣一下NASA 這是剛剛馬拉哥講那個鏡子的嘛 那他 我們這網友在這個KUSO NASA說 他一直在掩蓋真相 因為他其實NASA是有他的道理在 他希望不要把很多真正還沒有確定 或者是沒有肯定東西讓大家心慌慌的 所以網友就KUSO 你看 他說兩個火星人不同種的 他弄一個布 讓你看一看 你看的東西都沒有 其實你看他後面 他後面還有遊樂園 還有很高的高塔 還有觀測照 你看多好 好像還是森樓一樣很棒 這個更好玩 你看 你要看東西對不對 我給你來一點石頭好了 來一點其他的搞笑版的東西 好 最後一個就是說 叫你 煙氣滾滾滾滾滾 對 這個也是 好笑的東西 那這個當然是 我們覺得陸續會發現很多的真相 可是你看除了這KUSO之外 你看像1972年 隨手九號 他就發現了很多火星上有很多的金字塔 類似的這個圖像 好 過了幾年 1976年 拍到一號 就拍到這東西了 好 那很多這個照片傳回來之後呢 某兩個 某兩個 某兩個你看到它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些科學家就分析 他說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呢 這些東西有點像是埃及的金字塔 他說有點像什麼 像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 那另外一種也有點像什麼 像以前是這個達蘇爾的那種 斜方形的金字塔 另外一種呢 有點像什麼 像是墨西哥的 這種階梯狀的金字塔 瑪雅 瑪雅的這個文化金字塔 尤其它有一個人面石像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面石像 這個人面石像 跟它的排列組合 跟它的金字塔 金字塔之間 的比例跟分析都是相同的 那唯一不同是什麼 這個應該存在很久了 它通常的大小呢 比我們這個埃及的金字塔 都大很多 它大概底部面積 大概都超過1500米 非常大 1.5公里 高呢 大概都是平均大概1000米 就是1公里的高度 最小最小的金字塔 還比現在埃及的這個 吉薩金字塔 大金字塔還要大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恐怖 英國最容易出現 很多麥田圈 很多外星人在那邊出現嘛 其中最兩個經典 就是最近發現了一個 3D的人臉的圖形 就在我們旁邊上看的 真的耶 這很複雜喔 而且非常非常大喔 嗯 你要在一個晚上 在月黑風高的情況下 沒有風的情況下 沒有聲音的情況下完成 是很恐怖一件事情喔 是 好 它在哪裡呢 它就發生在這個 南威爾郡的這個 一個天文台旁邊 是 大家注意喔 這個天文台 是探索外太空地球上 重要的基地其中之一 是 它在那邊做了一個 這個人臉之外 過了三天後 它就做出了一個什麼 做出了一個 密碼式的東西 比那更大 好 這個東西告訴 太空 這個科學家非常興奮 為什麼 因為是第一次 外星人 好像要有訊息告訴我們 浩平哥 火星上拍到有星星 對 剛剛一系列的其實 星星 好奇喔 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好奇 對不對 那這個Curiosity 它有一張照片 很特別 這張照片說實在 原來像看的 大家只覺得說 在這個滿步實力 好像蒙古戈壁那樣的地形上面 怎麼遠遠的有這樣一個突起 然後把它放大之後發現 還真的有點像是非洲烏干達 我看到的那種叫什麼 銀背星星 它可能就是火星的某一個東西 不一定是星星 對 只是說有點像 那現在當然大家還要繼續探索 但是真正現在發現的 很具體的有七個奇特的洞穴 七個 它直接就叫做七姐妹 蠻特別的 因為火星上面的南北極後來發現了 都有巨大的冰庫之後 那麼後來他們發現 到底以後我們人類要在那邊見火星 基地要在什麼地方 發現上這種洞穴是最適合 你看這種洞穴 事實上在這個火星上面這個溫差 日夜不是那麼大的一個地方 事實上非常適合 只是很奇特的是 這些洞穴小則100公尺直徑 大則到252公尺直徑 然後它的深有80公尺 然後這些這麼工整的洞穴 裡面甚至像懸崖一樣 它是不是被隕石撞擊的 還是是怎麼樣造成的都不曉得 但是跟我們地球一樣有天坑的 對啊 如果地球天坑這麼圓 真的很類似 很像 那或許這個裡面 又沒有任何這種氣體 或者什麼東西冒出來 那麼將來或許人類要建這些基地 要在這邊 比如說他們有宇宙的所謂宇宙輻射線 還有就是像這種 剛剛看到那種沙塵暴 或者是其他的各種的影響 那麼反倒放到底下 來建這個基地 蠻好的 可是 精神號真的拍到火星人 為什麼精神號 火星人一定要把它弄死 嗯 一定要把這精神號弄死 弄壞 壞 膽死了 對 如果他膽死 照一下就對了 是 我剛才照 第一個 它照到火星 哎呦 這它穿回來了 哎呦 哎呦 好大喔 這它穿回來了 你看 哎呦 是嗎 這是是嗎 所以感覺啊 而且它打扮得 它打扮得很像Batman 手啊 第一個 頭啊 第一個它的顏色跟周圍的蝙蝠俠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它這個這個身形像個人 嗯 好像個人 然後它的那個顏色跟周圍的岩石土地都不一樣 它怎麼會跑出來 就有點像生物 有些像個生物 你來看這個 它這什麼 這是個什麼東西啊 嗯 你看這像是個什麼東西啊 骷髏頭啊 火星人的骷髏頭 蛤 哎呦 真的耶 結果把它放大看 來 我們把它放大看 哦 就是個骷髏頭 啊 放大看 它的嘴邊肉怎麼那麼多啊 哈哈哈 跟你有點像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 那個骷髏頭 它可能跟我們人類的形狀不一樣 對 有沒有它原始的骷髏 是這邊有東西的 由於它說它的眼睛特別大 嗯 所以它的眼窩很大 頭也特別大 對 頭也特別大 第三個它傳回來說 剛開始人家嚇一大跳 以為 以為 它拍到 木頭 火星上怎麼可能有木頭 哦 注意哦 很重要的 這是它的主意 好 這是它 開過去的主意 注意到金晨昊的主意在這輪胎的印 然後它就造出這個木頭來 大家想怎麼會有木頭 看起來像木頭 不像岩石 結果一鏡看這個木頭 放大 放大 注意看 哎呦 也像個頭 哎呦 看起來也有眼睛 鼻子嘴巴 火星人他們也來這種斬首那一套就對了 一直在砍頭就對了 啊 這個好明顯哦 好明顯對不對 當然這不是它造的 這是上面的水手號造 是 鋸杯 啊 火星上的鋸杯 是耶 好 你看 火星上有鋸杯 看到沒有 而且兩個鋸杯 這遠地方造 兩個鋸杯 近點照 你看 毫無意願一個鋸杯 對啊 好工整 好工整的鋸杯 對不對 就在 照到這個鋸杯的時候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21世紀來的第一天 是 21世紀第一天哦 突然之間 在美國西雅圖的公園裡面 出來一個這個鋸杯 不知道誰弄的 就突然這樣 而且這鋸杯 一去研究 它是鋼的 哇 全部是鋼做的 啊 不是石頭做的 杯啊 所以我 沒有說是鋸石杯 說是鋸杯 莫名其法做一個這樣子 莫名其法做一個這樣子 就出來了 在西雅圖 也沒人講說是誰蓋的 沒人說 而且這很重 而且在21世紀的第一天 第二天晚上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全西雅圖來找他 怎麼會不見呢 這很重 很重就不見了 就恢復了原期 後來在綠湖公園 綠湖公園是個很大的湖 所以叫綠湖公園 很有名的綠湖公園 中間有個湖心有個小島 然後封一下 在湖心小島裡面 又插在那邊 哇 誰可以把它弄到 湖心的小島上面去 他給你難看 他玩笑開大了 玩笑開大了 他給你難看 對 所以西雅圖現在 你拍我 嘆 我又什麼刺 對 所以你在這個火星上 拍到鋸杯 西雅圖也出現 鋸杯 鋸杯 哇塞 之間有沒有關聯 大家都在推測 那我們先看金神浩工作六年的畫面 因為他推一啦 現在已經就再見 正式的壽終正起 我們就追到他一下 廣告回來將公開金神浩在 我們就追到他一下 哎呦我的媽啊 金神浩工作六年的畫面 因為他推一啦 現在已經就再見 正式的壽終正起 哦我們就追到他一下 他2004年1月降落嘛 2009年車輪就卡住沒辦法動 哦他總共在這邊工作六年 嗯 還有一氣旋風哦 火星上還有龍捲風哦 這什麼好像冰啊 對啊 他那個是乾冰 哦 他是二氧化碳 在極冷之下形成 所以他南北極 火星南北極都有乾冰 是 人家認為說這個 這個是全世界星球裡面 最像地球 對啊 最像地球 火星有空氣嗎 啊 沒有 那我們怎麼做 他的大氣沒有空氣 有氧嗎 他有 他有大氣 他裡面最主要是二氧化碳 哦 他二氧化碳 長得其大部分 我們吸就會掛掉 對啊 好 就是說做了這麼久的這個 火星探測工作 看樣子來講 好像只有美國人成功哦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就是說 當年愛神豪跟外星人簽了約了 哦 簽了約了 對不對 愛神豪跟他簽了約了嗎 好啦 月球火星讓你去哦 對 保證在幾百年之內 不讓其他人到 所以為什麼 月球跟火星到現在 只有美國人上去了 對啊 沒有第二人上去了 愛神豪跟美國人 就是說 你火星人 你可以 綁架我們的人 但不能傷害他 嗯 你可以綁架我們的動物 去做研究 殺了沒關係 是 但是你要給我新武器 然後 你 相對的一些付出 那我要去你們 你不要管我怎麼去 但是有一天我去 你不要阻止我 哎 哎 哦 這個約現在還蠻好 蠻弱 對啊 太自私了 哈哈 我太 不過我們希望啊 這一次這個 這個成功的一個火星探測 能夠讓這個火星 更多秘密 更多的知識 讓我們這個地球人知道 看看有一天呢 能不能真正有 人類親自踏上火星 這是我們大家全球的